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时将近逾越节 也就是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 耶稣即将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神羔羊 第十二章开始 记载了耶稣死前的最后一个星期 一直到第十九章讲到耶稣被定施加 让我们从接下来几天的经文当中来默想 神羔羊在逾越节前的预备 段落一 逾越节前六日 玛利亚为耶稣的安葬预先高末耶稣 一到八节 一到三节 逾越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珍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头发去擦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这是玛利亚对耶稣的爱与敬拜 自己储存了昂贵香膏 就在那一刻全然地为耶稣倾倒 如此美丽的一幅画 却被门徒无情地打破 四到五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周济穷人呢 按照马太和马可的记载 几个门徒看见就心中很不喜悦 而且还向玛利亚生气 而约翰的记载却清清楚楚地指名道姓 说是卖耶稣的犹大 从一个人口中出来埋怨的话 污秽了同在一处的门徒 影响了周围的同伴 约翰指名此怨言的源头是犹大 并解释 第六节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存的 亲爱的 我们要谨慎 因为同伴中若有一个像犹大这样的人 他的负面思维和口中说出来的话会影响你 如一点的面叫 使整团面发起来 若不谨慎 会觉得他的话似乎很有道理 对呀 这香膏若卖三十两银子 就能周继穷人 因此就纷纷加入与犹大一起控告玛利亚 实际上犹大压根就不在乎穷人 他只在乎钱 口中挂着穷人只是借口 其实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亲爱的 你是不是也曾经像门徒一样 被身边的犹大影响 去控告别人对耶稣的爱呢 玛利亚对耶稣如此毫无保留的倾导爱情 冒犯了耶稣身边的门徒 但却满足了耶稣的心 玛利亚受的委屈 有耶稣为他挺身而出 为他解围 为他辩护 说 第七到第八节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耶稣值得吗 耶稣配得吗 你是否认为耶稣配得圣徒 用那么昂贵的针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 并用自己头发去擦 以至于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当你看见身边有人一瞬间 就为耶稣枉费了一整年的资心 你会不会被冒犯 会不会生气呢 也许我们过去如这些门徒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悔改 可以学习 可以改变 这些门徒 除了犹大选择放弃 其他十一个门徒的生命 都彻底的翻转 他们其余的一生 也如此为主全然请道 毫无保留 除了使徒约翰 被烧在沸腾的油锅里 也死不了 其余的全为主殉道 因为对他们而言 耶稣配得 我们为主摆上了 有时候就连基督徒 也有可能会被冒犯 对你指指点点 指责你 批评你 数落你 这时候 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听耶稣对我们说肯定的话 耶稣知道我们心里对耶稣的爱 就如耶稣知道玛利亚的心 他为耶稣安葬之日 预先来高抹他 耶稣好几次明说 自己将被卖被害 门徒听见却没有行动 唯有玛利亚抓紧了机会 高抹耶稣 段落二 许多犹太人来看耶稣和拉萨路 九到十一节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 所复活的拉萨路 但祭司长商议 连拉萨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萨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只有约翰记载了耶稣 使拉萨路复活的神迹 这时候众人都非常好奇 不但来看耶稣 也来看拉萨路 正如耶稣之前所说的 拉萨路的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并且要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这些犹太人 因拉萨路的缘故 就相信了耶稣 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得知 耶稣使拉萨路 从死里复活 就感受到自己的地位 被威胁 说 11章47到48节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 夺我们的地图 和我们的百姓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如今 越来越多犹太人 因拉萨路复活的神迹 相信耶稣 他们就连拉萨路也要杀 卖耶稣的犹大 因贪钱而控告 高谋耶稣的玛利亚 祭司长则因贪钱 而要杀害 因耶稣而从死里复活的 拉萨路 段落三 耶稣荣耀进城 十二章十二到十九节 约翰简略地叙述这一天的经历 十二到十三节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赫萨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第二天 指玛利亚高抹耶稣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犹太人 娶逾越节高羊的时候 从第十日娶高羊 留到十四日的黄昏 再杀高羊 这一天 耶稣荣耀进城 以神高羊的身份 被分别为圣 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得了一个驴居 就骑上 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明纳 不要惧怕 你的王骑着驴居来了 约翰省略了门徒 如何找到驴居 但却特别著名 十六节 这些事门徒 岂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 才想起 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 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也就是等到 耶稣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 并在五旬节 赐下了圣灵之后 门徒领受了圣灵 眼睛被打开 悟性觉醒 才明白过来 原来那一天的事迹 映列了先知书的预言 我想 我们很多人都像门徒一样 起先不明白 后来才想起 所以我们对自己或对别人 要有耐心 十七到十九节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 就去迎接他 再次提到拉撒路的复活 其实这不是唯一的一次 耶稣使死人复活 但这一次的复活比其他的特殊 亚鲁的女儿刚死 尸体还在家里 耶稣就使他复活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 拿阴城寡妇的儿子死了 被抬出来 在送病的路上尚未埋葬 耶稣就使他复活 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 但拉撒路是死了后 被埋葬了四天 耶稣还能使他从死里复活 原本是以腐烂的尸首 却在复活时完全地恢复 那些看见耶稣呼唤拉撒路 从坟墓里出来的众人 这时候为耶稣做见证 吸引了许多众人 看见这场景是九节 法利赛人彼此说 看哪 你们是徒劳无益 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段落四 希腊人来找耶稣 二十到三十三节 二十到二十一节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 博塞大的斐利 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这段经历 同样也只有约翰记载 圣殿里只有外愿 是外邦人可以去的地方 这些希腊人想见耶稣 却又无法自己进去找耶稣 他们找着斐利帮忙 有可能因为斐利 是加利利 博塞大的人 与推罗和西顿一带的外邦人 有商业往来 二十二节 斐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同斐利去告诉耶稣 安德烈是斐利的同乡 他们俩的名字是希腊名字 告诉了耶稣希腊人来找他 耶稣接下来说了这番话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当外邦人来找耶稣 耶稣再次预言自己的死与复活 耶稣称之为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好几次耶稣提到 他得荣耀 都是指向他的死与复活 耶稣得荣耀的过程 就如同一粒麦子 先落在地里死了 再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说自己如一粒麦子 同时也在教导我们 一粒麦子的原则 好让我们也可以效法他 照理来说 耶稣自己一粒麦子 原本好好的 什么也不缺 如此完美 如此圣洁 与天父和圣灵之间 如此亲密和谐 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 有千千万万的天使 有昼夜不住的敬拜 如此完美无缺 一粒麦子的光景 不是很好吗 但是耶稣却选择舍己 因此就能结出 许多子粒来 耶稣不单是自己 享受与天父之间的 亲密关系 不单自己在荣耀里 他要带领我们 一起进入荣耀里去 他那一粒麦子的生命 要做在我们这 许多子粒里面 接着耶稣说 二十五节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抓住自己的 魂的生命 也就是属肉体的 心思意念情感 越去满足 老我的情欲和私欲 就越会失去 真正的生命 无法成长 反而萎缩 若要得着真实 永恒的生命 必须效法耶稣 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主耶稣 如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也要效法他 耶稣如何 我们就如何 服侍主 就如同主人身边的一个侍女 随时待命 一个眼神 一个守势 我们就能领会 并立刻行动 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而是专心留意 主的吩咐 忠心地守在主的身旁 牺牲自己的叔父 和个人的私欲 单单地顺服主的教导 27-28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耶稣也会有心里忧愁到 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候 此时耶稣的心 如同水被搅动 不是忧虑 也不是愁烦 在这种言语 无法表达的情绪之下 耶稣转向父神 向他祷告 说 父啊 救我脱离这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耶稣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所以虽然心里忧愁 但他能坦然无惧地 面对一切的高山低谷 面对被出卖 被审问 被鞭打 被侮辱 被讥笑 被撇弃 被拒绝 被诬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背负世人所有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全然交托给天父 愿天父得荣耀 这就是耶稣一生的写照 是他的人生意象 是他活着的意义 是他往前行的动力 接着天父立刻回应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天父有没有垂听耶稣的祷告呢 有 但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 免去被卖 免去酷刑 免去实价 天父垂听耶稣的祷告 成全他完美的旨意 彰显神的荣耀 亲爱的 您知道吗 我们的主能够体会我们纠结的情绪 我们不需要逞强 假装自己很刚强 也不需要憋在心里 假装没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 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光景 我们才能从主得着帮助 而且主的帮助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纠结 情绪波动 一边希望自己脱离这即将来临的痛苦 一边却同时知道自己为这时刻而来 这时候我们需要降服于神 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让我的眼目回转向神 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他 相信他 必成全他对我所怀的美意 让神的名在一切当中得着荣耀 Amen 29到33节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 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 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希腊人来找耶稣 听见耶稣这番话 是何等的安慰和鼓励 唯有耶稣在十架上的死 才能废掉中间隔断的墙缘 使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新人 两下归位一体 与神和好 那时外邦人不再被局限在外院 他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神 Amen 段落五 众人的不信 三十四到五十节 三十四到三十六 众人回答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这人子是谁呢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 耶稣说了这话 就离开他们 隐藏了 耶稣给他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相信耶稣 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只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绑壁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应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话 另外还有一种相信 却不敢承认的人 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虽然如此 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 就不承认 恐怕被赶出会堂 只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所以耶稣呼吁 四十四到五十节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 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今天的podcast就说到这里 内容非常的丰富 无法一一的讲解 之后的十三到十七章 就会叙述耶稣与门徒之间 共度的最后晚餐 非常期待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您 透过这一章的记载 让我们看见 神羔羊在逾越节前的预备 主啊 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您 相信您 效法您 并遵守您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